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英国现任政府的任期在明年才会届满 然而英国首相苏纳克如今宣布 全国大选将会提前在今年的7月4号举行 苏纳克在演讲当中除了列出自己的经济方面的资历 也强调在前任首相特拉斯短暂任期内引发的混乱已经被他摆平 他已经恢复了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 而苏纳克宣布提前大选决定就被英国媒体形容是一场政治豪赌 因为苏纳克所属的保守党目前的民调是落后在野党工党27%的 不久前英国地方选举执政保守党才遭遇了40年来最糟糕的选情 所以这次工党被看好可以在时隔14年之后重新掌权 苏纳克在他的演讲当中特别强调 这次大选将在自冷战以来世界最危险的时刻举行 他提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东极端主义 中国寻求在科技领域站在世界尖端 以及敌对国家利用移民来滋扰英国边防 这些都会对英国造成挑战 那在民调落后于工党的情况下 为什么保守党仍然兵刑险拙宣布要大选呢 路透社引述英国保守党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说 这也许是因为苏纳克意识到 他的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落实一些政策 包括他将非法寻求避估者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面临法律挑战 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兑现承诺 落实更多的减税措施 还有议员说呢 未来一段时间英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恶化 所以算来算去 提早大选 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英国首相苏纳克 昨天在唐宁街首相官邸前 冒阵与宣布 他已经取得英国国王查尔斯的批准 在下个星期四正式解散国会 并将在7月4号提前大选 就在宣布这项消息的同一天 英国的通胀率也成功降至2.3% 是英国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对此 苏纳克在当天出席的一场保守党活动上信心喊话 指英国经济已经走出困境 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本来说明天出席 国政策的一场保守党活动上信心喊话 位于 exterior 在于与时的重力 文在那边 冒状 适上 船